哈囉 歡迎大家再一度的收聽我們的Just Talk焦土課 我是行恩 讓我們一起在空中talktalk 今天我邀請到我的好朋友子騰來作證的陪我一起在空中聊天 嗨 又跟大家見面了 是的 我們在空中見面 剛剛其實我們前幾個part都講到代購啦 出過旅遊啦 然後我也就是跟子騰分享 其實我第一階段就有講到這個我去搭訕小胖子 但是反過來變小胖子來搭訕我 對 太有趣了 厭遇了 對 然後只能也說有一些朋友也遇到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喔對 我這個朋友他是部落客 然後他非常喜歡拍建築 他也拍得很漂亮喔 拍房子嗎 對 他是拍建築 然後呢 他就是去東京 因為你知道東京有很多的建築是真的很漂亮的 所以他就特別就是去東京拍建築 然後他也是溫露 然後溫露呢 就遇見了兩個 就是一對夫妻吧 然後那一對夫妻就非常的熱情 然後他們到現在就是都還有聯絡 然後那一對夫妻還來台灣找他喔 他也很可愛 因為他 只是因為溫露所以變成這樣長期的朋友這樣子 對 而且他這一次因為就是跟我也是同一個時間去日本玩嘛 然後他還問我說 欸你要不要跟我們一起去採草莓 他說因為他的 就是他在日本 然後就是因為溫露認識的朋友 他們好像是什麼院長喔 蛤 對 然後就 忘對人了 對 還邀請他說要帶他去就是採草莓 然後帶他去市區就是導覽 然後還去開車載他 跟他講說 因為知道他喜歡拍建築 還特別帶他去一個很漂亮的地方拍建築 天啊 所以你有跟嗎 我沒有跟 因為我真的是忙工作 我沒有辦法跟去 我連你剛說的竹地我都還沒有去 對 竹地真的要趕快去他11月就沒了你知道嗎 真的嗎 他11月就要搬家了 整個就要搬去 然後有很多店家因為要搬到那個新的地方 他們不喜歡覺得有一些污染 所以有些店家可能決定就算了 就收了嗎 也太可惜了吧 所以竹地真的要把握 好 我3月底的時候我會去一趟 我建議可能住在竹地附近 你早上起來比較好去 早起對不對 我其實這次早起 我這次也有早起 但因為池袋跟竹地根本就是一個天一個地 就是距離超遠的 所以我沒有去吃他們那個很紅的那些什麼壽司大面的東西 那基本上我覺得都OK 因為我們不是那麼挑什麼一定要好吃到流淚那種東西 對 可是我覺得日本的東西好像不管怎麼吃都覺得 都好吃啊 對 好好吃喔 所以其實沒有要硬是要去排那種名店的話 早上八點鐘 七點多到八點應該都可以 我是那天早上五點起來然後六點出門 好好好 那我這次一定也要去一下 把握機會要去一下竹地棉環一下 不然他之後可能就沒了 之後還可以跟你小孩說 你看我去過竹地喔 以前那個東京最大的漁市場叫竹地 你不叫豐州 對 把握機會要去一下 其實啊 我們剛剛還講到我們上一個階段有那個一些有趣的事情 還在那個日本上電車的時候 跟老公兩個人一個在車裡面一個在車外面 其實我這次有遇到一些很 我自己笨啦 我自己笨的純事情這樣子 因為我要出去前我就有遇到一個這個專門去 日本的部落客達人 很厲害的 在台灣也是很有名的一個部落客達人 然後他就一直跟我推薦說 我跟你說你一定要去吃日本的一個一家馬卡龍 它超好吃 我這個不吃甜點的男生都吃到覺得 都大推嗎 都大推都覺得一定要吃 而且是念念不忘這樣子 那因為我其實我也不是那麼愛吃甜食的人 但是既然連一個男生 連一個不愛吃甜食的男生都這麼推薦我 我跑不去也可惜了這樣子 然後身為一個美食主持人 美食節目主持人 我應該也應該要去一下吧 嘗試一下 所以我就想說好喔 我上網Google了一下他講的那家店 但是呢那家店很有趣 那家店的名字叫做Pierre 然後後面是blahblahblah這樣子 我就前面打了Pierre 然後有名好吃的這樣 就在我的Google Map 就覺得是那一間的嗎 Yeah you are right 然後在Google Map上面 就是還點了一個信號 把Google Map印出來這樣 我就特別安排一大早 那家我找錯的那家店在那個銀座 為了呢因為那個是名店嘛 我想說我不要排隊 所以我就一大早 我一大早就去 那個店都還沒開我就等在外面 然後那個店一開了以後呢 我就進去 竟然是馬卡龍 它裡面應該是滿滿的馬卡龍 我奇怪我怎麼看都沒有馬卡龍 然後我想沒關係沒關係 別急別急 等我上去以後呢 那個打開Menu的時候 我在剛剛要馬卡龍就好了 就打開Menu竟然也沒有馬卡龍 什麼都是巧克力 我要哭了 我想說怎麼回事 這家店是以馬卡龍著名的啊 馬卡龍呢 那妳後來怎麼發現 然後我就很鎮定的 在就是點Menu的時候 它不會一直等在妳旁邊嘛 妳就Google Map 我就Google了一下發現 天哪這家根本就不是賣什麼馬卡龍 這家是這個世界非常知名 只要是巧克力界喔 的人應該都知道叫做巧克力之神 巧克力之神應該Pierre Hermes吧 他們他的店 所以呢 所以妳也算誤打誤撞 我跟妳講完全誤打誤撞 這就是為什麼我當初一直 信以為真 就是完全覺得說我就是來對了 因為我去的那家店啊 它外面喔還沒開店 前面就紅龍就已經先排出來了 所以我就想說妳看排隊名店就是要這樣子的 就是一定有很多人排隊 所以有拉了紅龍 還拉了很長的紅龍 而且我還第一個很興奮然後進去想說 欸 馬卡龍 所以後來妳還是做太子了 我誤打誤撞 都已經坐下 他們把我帶到二樓亞座 我都坐下來 我總不能說 我走錯店了 對 而且好險我當初沒有問那個店員說 欸 我要點馬卡龍 我覺得我真的好險沒有講這種笨蛋的話 他應該會很尷尬吧 對 所以我就還是硬著頭皮就點了 點了一個巧克力 我想說好歹我也是吃到巧克力之神的巧克力這樣子 因為那個在台灣也是沒有的 也是法國啊 然後在世界裡只有幾家店 也是一個非常有名的店這樣子 不便宜 然後就也是拍照打卡這樣子 就彷彿這一切沒發生過 就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做了這樣的笨事情 然後我的朋友看到我的拍照打卡 就那個部落客就說 欸 那妳怎麼沒有去我講那個馬卡龍 我說有有有 隔天明天明天我會再去吃那個馬卡龍 所以我也吃到了那個馬卡龍 我也去吃到了 那個馬卡龍真的是還不錯 但是真的推薦一定要至少兩個人以上去share 因為他在地有名的其中一家店在青山 然後他住店的只有在店裡才吃的到 你沒有辦法外帶 是一個巧克力的球 然後大大的 巧克力球裡面是焦糖碎片跟焦糖冰淇淋 然後你要怎麼吃到裡面的焦糖碎片跟冰淇淋呢 那個送上來以後啊 工作人員會拿一個熱的巧克力 然後淋在那個硬的巧克力球上面 然後那巧克力就會在你眼前瞬間這樣啪 瓦解下來 然後裡面就會露出那個冰淇淋跟焦糖碎片 哇 所以很好吃 我覺得那個好吃 反而那個馬卡龍店好吃讓我吸引的是那個東西 那因為它有名是馬卡龍嘛 還有另外一個是好像拿破崙派之類的那種酥皮派 所以你該不會都點了吧 我一個人真的沒有辦法負擔那麼多 因為它非常的貴 然後所以我就點了馬卡龍跟那個巧克力 只有在那家店才 你要在店裡面才吃的到的 我點了那兩個 一個人把它剋掉 那兩盤以後我覺得太膩了 就是一定要 兩個人去share 我覺得一定要有人share 這可能也是一個人去旅行的一個 對我覺得一個人去旅行 其實蠻可惜 就是有很多就是好吃的東西 你是一個人沒有辦法吃那麼多的 對 那你可能就是 你真的吃不下那麼多 你可能只能點一樣或點兩樣 對 那你一吃下去就飽了 其他東西根本就沒有辦法吃了 對 沒錯 而且一個人去也沒有辦法去日本吃燒肉 對 我這次其實反而沒有吃到什麼肉 去日本就是要吃燒肉 沒有吃到什麼燒肉嗎 其實大家就是 很多人都會推那個敘敘院對不對 我們原本要去吃 可是後來因為時間有點來不及 所以我們沒有去 但是後來就是我有去吃一些 其實我覺得路邊的都好好吃 他們的牛肉 日本牛肉的等級真的 我覺得怎麼點都非常的好吃 可是很可惜就是 你一定要兩個人 因為你一個人進去 他可能沒有辦法 就是他可能會說 我們可能要兩個人之類的 我當然沒有 我沒有自己去挑戰啦 因為我想說算了 自己一個人也吃不了太多 我本來要去排 我有看到你尤打卡的那個 牛肉咖汁 對 那個他是 牛肉咖汁 對他是炸牛排 我跟你講他 你是去澀谷的 澀谷的那一家對不對 在一個斜坡上面 然後右手邊這樣子 然後我本來要排他在 淺草雷門鞋對面也有 真的喔 對 他吃很多兼分店啊 我不知道 因為我那個破口客達人他 推薦我是去雷門鞋對面那一家 但我那天也真是隨到一個爆炸 我那天換了和服 然後就是 很美啊 當然我手機壞掉 我只拍那麼幾張照片 和服的照片而已 然後那天爆冷 和服其實一點都不保暖 喔是啊是啊是啊 你知道和服不保暖那件事喔 我想說穿很多層應該是暖暖的 你沒有想要在這個月份穿他的衣服 我看到你穿的時候我想哇小恩好勇猛喔 超冷的 天啊 然後不保暖的情況下面 我去的時候已經差不多中午12點多了 然後已經開始排隊了 他也算是個名店嘛 在含風中吹了含風吹了20分鐘 我真的無法最後就放棄 什麼 你排了20分鐘你還放棄 但是因為20分鐘完全沒有往前進展的動作耶 但我要排到什麼時候 我覺得那是應該是因為前草他算是 你知道觀光客真的很多的地方 可是許布亞我那天路過的時候他也排很多人啊 我那天運氣蠻好的耶 我們那天我覺得我大概只有排20分鐘進去了耶 運氣很好齁 對 值得嗎 我覺得很值得 因為他的那個 我覺得一般我們都是吃炸豬排對不對 對 然後牛肉一般就是單純用烤的 但他的那個炸牛排啊 他的那個切面 我不是有分享的照片 他的切面那個裡面都還是 鮮紅的 對 粉嫩粉嫩的喔 然後因為有些人不敢吃太深 他前面還幫你放了一個烤爐 就是那個 他是一個石板 那你可以就是把肉再放上去 然後你就會滋滋作響的那個聲音 然後兩面這樣翻完之後 然後你就在吃 他是放在烤盤上面 送到你的桌前 沒有他是先放在就是一個 就是正常的那種玻璃擺盤那種吃盤 然後他前面還會有一個烤盤 就是一個小小做的一個石盤的烤盤 那裡面是點那個酒精 然後去燒的那個 對 就是他等於說你就每次吃一片 烤一片吃一片烤一片那種概念 很享受 然後你這樣子 而且他的飯我覺得最特別的是 因為日本的米飯好吃對不對 他們的米飯是臭米飯欸 不是不是白米飯 那你應該會想說臭米飯吃起來應該會不好吃 對啊 沒有還是很好吃 我覺得這間店真的蠻值得去排的 因為真的我覺得用到這樣的技術 因為剛好我們同行一起去的朋友 他的男朋友是廚師 他是說要做到這樣子 代表他炸的時候他抓的時間跟火候要抓的非常的精準 才可以炸出那麼漂亮的粉紅色 我餓了 這應該是我這次去最殘念的部分 他已經在我眼前 我覺得人生就是要留一些遺憾 對你這樣下一次旅行才可以有在其他的墓地去一下這樣子 真的 像我還我也還沒去築地啊 所以我也可以去築地 那你看你下次就可以去吃一下炸牛排 對 哇這次 而且你這次應該也有去我推薦你的那個六本木的那個夜景對不對 我等一下一定要給你看 因為我還給他縮時攝影 真的喔 超美的 妳是從下午就等到晚上對不對 沒有我故意挑 因為其實手機的好處現在就是科技很發達 你可以看到就是今天大概什麼時候日落 所以我就故意挑 還沒有日落要日落前我就去排隊 然後我去的那天是禮拜五 所以其實已經很長的人了 然後排排排 買到票上去 差不多就隔個10分鐘15分鐘 就從天亮後就可以看到太陽掉下去這樣子 哇 對 因為我們去的時候 因為我說陪我 我那天剛好是陪我那個部落客朋友 然後他去看一些展 所以我就陪他去另外一間那個美術館 然後 講到美術館 妳有去那個新國立美術館嗎 妳有去吃那家明星餐廳嗎 我沒有吃 我沒有上去吃 因為我們後來又折回來 因為我們晚上是跟另外一些朋友約吃燒肉 對 所以我就沒有在那邊吃 但是他那個餐廳他裡面中間設計很特別 對 就是好像那個漂浮的星球一樣 對 那那個好吃嗎 我覺得CP值還算OK 因為就有一個主打米其林主廚開的一個餐廳來說的話 用那個價位便宜的中午商業午餐好像才1600日幣 這麼便宜 嗯 然後我有 因為我那時候吃選牛排 所以我又加了400塊 好像是1900日幣吧 那也很OK啊 米其林餐廳耶 米其林餐廳 米其林主廚開的 但他那家店當然 那家店沒有得心心 但是他的那個開的主廚是有得心心的 嗯 但是一切都還不錯 但我覺得他的牛肉有點老了 就是咬起來有點需要嚼一下 其他都很好 其他一切都很好 哇 妳還特別 那妳有在裡面逛他們的展嗎 但是我去的那個時候那個展覽其實都是各個大學美術系的展覽耶 妳去的時候是什麼展覽 我們去的時候有水木畫展還有書法展 對 應該是我們在妳那之後去的時候 反而我去那個六本木上面的時候是那個村上龍 妳有看嗎 對 可是妳知道他排隊 所以我們那時候看他排的時間要一個小時都要兩個小時 我們真的覺得太驚人了 村上龍嗎 是的 我覺得整個就是全部排滿你知道嗎 然後我們那時候想說天啊 我們現在要排這個展嗎 然後旁邊看那個去那個景觀 就是上52樓的 反而就還好10分鐘 可是旁邊就要排一個多小時 你說下面買票吧 就是買票的地方 可是妳買完票以後一切就是晴朗啦 可是要排一個多小時 後來我們大家想說算了沒關係 那我們就 所以我們才就走去就是新美術館 就只去 喔 對 然後去那邊看看他裡面的展覽 然後再回來就是聖美術館看他的那個夜景這樣子 喔 對 我覺得那個夜景也蠻特別的 那夜景很美 就是那個電梯然後那個上去以後 一走進去那個門 基本上妳一走進去 它第一個讓妳看到的視野就是東京鐵塔 對 我覺得東京鐵塔好迷人 因為妳有拍那個照片嗎 他不是可以幫妳拍免費的照片 什麼 妳不知他全是 我不知道耶 在哪裡 他今天不是有一個攝影師在那邊幫大家拍照嗎 那不是要錢的嗎 不是 那是免費的 什麼 所以妳有拍嗎 我有拍 但那張照片給我朋友 因為他只會幫妳拍一張小張的 然後洗出來送給妳 對 然後他會有一張大張 好像一千多塊日幣 他會問妳要不要買 然後他就說但是會送妳一張小張的 那妳看他們那個角度拍下來一定是最漂亮的 因為他們是專業的 如果妳要拍上那個東京鐵塔夜景的話 妳自己其實還是不可能 人會黑掉 就是說這個這個是就是 那個上面會寫無料 無料就是免費的 然後 我連板子都沒看到 那是季節限定的吧 沒有 可能是因為他們看妳就是沒有沒有 因為妳要有興趣走過去站在那裡 他才會跟妳跟妳說這樣子 那還安欸 反正妳又多了一個 又多一個就是遺憾 下次可以去補回來的 下次可以再去看一下 因為他那邊我真的覺得蠻漂亮的 那真的很美 特別是妳從白天然後 然後就坐在那邊 然後看到他日落 妳有站上去那個台階嗎 就是他就是 他就是 妳要靠近那個玻璃 他有一個台階 有啊有啊 天啊妳這樣有勇氣站上去 因為我沒有去高 我對高還好 我覺得我站上去我腳都在軟 所以我就趕快拍個照 我就趕快站下來了 其實還好那個也才差不多15公分而已 可是妳站上去之後 他就完全靠近那個玻璃 他的玻璃有點斜的 妳就會離那個玻璃很近 妳就會覺得天啊 我這50幾層樓高往下 還好那妳有去晴空塔嗎 沒有耶 晴空塔他的那個玻璃也是這樣斜的 然後我覺得我可能發明了一個拍照法 因為接下來旁邊的人就想說 喔他們的表情 喔還可以這樣拍喔 就跟我 因為我一個人嘛 我就拿自拍棒 然後拿自拍棒這樣子 我就往後 妳靠在玻璃上嗎 然後這樣拍 也就是我的後面的話就是那個東京的街景這樣子 妳好勇猛喔 我可能沒有辦法做到這樣的事情 我會覺得好害怕 我覺得我後面就是 妳真是高手 萬丈深淵 對我沒有辦法 它是玻璃 它是厚厚的玻璃 無凡 然後對於有懼高證人 這就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哎呦真的是 出國旅遊 真的有太多好玩的事情了 等一下我們下一個part呢 會繼續跟各位分享喔 到底出國還有哪些遺憾 我們下次可以補回來的 歡迎大家收聽Just Talk教徒課 下一個階段 讓行恩跟妳在空中talktalk唷 這個階段我有點怕 我不知道錄得多幾分鐘 還好 我有點差不多